我想先評論一下那個秦慧珠議員的批評 他認為說呢 這個國民黨改革修正的提名委員會 納入侯友宜是不好的 因為秦慧珠把他認為說 這個提名委員會呢 是要包含總統提名的 但事實上呢 這個問題啊 其實很明顯的是出在 他要處理立委的問題 那黨中央也很明白的講 就他這次把一些重量級的縣市長 納入這個提名會 他主要就是要解決立委的提名問題 尤其是大家要知道 立委如果國民黨現在現任的少 艱困選區的多 那那些艱困選區要怎麼處理 那麼現任呢 如果遭到非常的強力的挑戰 可是現任的立委也做得不錯 那有沒有其他 譬如說不分區機制等等 我覺得從立委的角度呢 把縣市長納入一個提名委員會呢 我覺得這個是很適當的 因為縣市長才剛選過嘛 他最了解這個地方的生態嘛 這是其一 所以呢不必擔心說 如果侯友宜是要有意參選2024的人 他又在那樣提名委員會 他會不會求援兼裁判 反正到最後那個提名委員會 不要處理總統就好了嘛 那事實上國民黨要處理總統的問題呢 如果我們真的講 大家現在以共識說 誰是最強的人 我們就提名他來講話 其實國民黨現在選情 我個人認為呢 總統方面相對單純 就如果沒有這些其他的爭議的部分 那另外呢 我實在要講 我覺得我很驚訝這次所謂選策會之亂 是因為我覺得3月4號南投縣長的輸掉 應該要給黨 補選的輸掉 我覺得要應該已經給黨中央很大的教訓了 尤其那時候朱吉祥不是發表了一個說 我很反省啊檢討啊什麼 可是他在這個當口 怎麼會那麼沒有政治敏感度 提出一個這樣子被外界抓住痛腳 拼命批評的選策會的名單 而且選策會並不是國民黨的 這個習慣性的組織 其實是針對民進黨的所謂選對會而來的 好像有走民進黨的路 可是民進黨呢 現在賴清德都要撇清了那個什麼涉案人 黑金人什麼什麼撇清了來不及 結果國民黨現在提這個名單 那當然會造成軒然大波 那但是我講真的 犯錯沒有關係 趕快改正比較重要 那現在呢也已經改正了 那我覺得整件這個事情比較正面的 侯友宜為何這個時候表態 我覺得他這個時候表態 對很多藍營的支持者來講 他只差一個沒有說我要選2024 他其實會這次強烈表態 我覺得對很多人來講呢 已經對於他的參選呢 算吃了不能說整顆定心丸 但是至少可能叫做半顆定心丸 那我一直認為 這個不是內線消息 我的政治判斷 我一直認為侯友宜會表態的時間 是在4月下旬議會開議 他施政總質詢的 他的施政報告 第一次完結之後 他才會表態 我覺得這件事情 還是有兩個指標 一個永平跟趙大哥都有提到 第一件事情我覺得 終於侯友宜有一個 看起來比較大家覺得說 有總統架勢的一個動作 因為你直接拿黑金來開刀 這件事的話 他不只是黨務改革 他也是治國的理念啊對不對 因為現在台灣過去這段時間 對民進黨最痛惡的是什麼 黑金就是其中之一嘛 那你現在看到賴清德 他上來之後 他也確實針對黑金 你發現他花很大力氣要去處理的時候 黑金已經變成這一次國政的關鍵對決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讓侯友宜他出場來談就是黑金改革 那甚至第二件事 看起來黨中央雖然真的 坦白講我也認同永平講了 南投補選都輸了 應該是要小心謹慎一點 結果還弄出選策會這個亂子 但是呢 我想毒瘤炸彈早點爆一爆 這也不是壞事啊 因為我自己看到其實是 尤其南投補選我是非常憂心 我相信美玲也知道 我們在訪問基層 我跟你講補選前 我聽到大部分的觀點都是 你們好好合作 我們覺得2024號會贏 補選之後很多人就覺得 再搞下去會輸啊 這是我覺得選民開始焦急 那第一個說今天選策會的事情 坦白講是這件事本質是離譜的 但是他爆開之後 主理文也很快解決問題 我剛好這件事也沾到一點邊 你知道嗎 因為我也很壓抑 我就是第一天爆發的時候 第二天就是寫了一篇貼文 那時候是建議說 選策會大家不滿 那兩個方式解決 把沒有公信力的踢出去 把有公信力加進來嘛 然後我就提了三個有公信力加進來 結果我把這些意見 我在貼文之前 有反應給那個主席身邊的人 我都沒有想到三個小時候採納 第一個李全教就退了 然後呢放進了那個蘇清權 因為謝龍介後來是婉拒嘛 那不管怎麼樣講 這個風暴我覺得早點把它拆掉 早點早點拆掉 那現在你也證明說 國民黨其實還是在乎社會觀感 那侯友宜對於國民黨 他還是有非常重的分量 他講了話之後 國民黨就得要按照這方向去改革 那我覺得至少把這當作一個樂觀的東西 當然我也必須說 這段時間國民黨民調會非常慘啦 因為你看起來就觀感不好嘛 那侯友宜在這段時間 他也會比較受到比較多的攻擊 但是這種攻擊早晚會來 我覺得不如現在就來啦 嗯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 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